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AI新典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的首次政策演讲 他对前任因黑金丑闻所带来的困扰表示遗憾 并承诺将加强国防 这一切都在即将到来的10月选举前显得尤为重要 石破茂强调,他的政治将不再是为了政客,而是为了人民 他提出了5个政策支柱 并计划在美日安全联盟的框架下 强化日本的军事能力 以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的威胁 然而,他的外交政策却显得谨慎 选择为提及一些争议性目标 这是否会让期待他勇于发生的民众失望 此外,石破茂对于经济的承诺也引人关注 包括提高工资和提供对低收入家庭的支持 甚至在核能政策上也做出了显著的转变 他的这些政策和承诺 能否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民众的认可 还是会受到挑战 这一切无疑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引发激烈的讨论与反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日本政治舞台上 新一任首相石破茂似乎肩负着沉重的责任 他的首次政策演讲中 对前任因执政党黑金丑闻而引发的公众愤怒 表达了深切的遗憾 这个丑闻在岸田文雄执政期间成为了日本政坛的阴影 如今石破茂上台 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如何迅速平息这场风波 并重建公众对自由民主党的信任 尤其是在10月27日国会选举前 这是他无法回避的挑战 我将实现不为政治家 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 石破茂在讲台上郑重承诺 他坚信 只有透明而诚实的政治才能赢得民心 他的言辞不仅是对选民的保证 也是他自己政治理念的坚定表达 在演讲中 他推出了五个政策支柱 涵盖了安全 经济和灾害任性等领域 在安全方面 石破茂尤为重视 他表示将在美日安全联盟的框架下 进一步加强日本的军事能力 以应对来自中国 俄罗斯和北韩的威胁 这个表态 反映了他对当前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深刻认识 尽管石破茂在上任前 曾推动过两个大胆目标 使美日安全联盟更加公平 以及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防卫体系 但他在演讲中选择不提这两点 这似乎是一种策略考量 避免在选举前挑起争议 并冒激怒华盛顿的风险 然而 这种谨慎的态度 是否会让期望他有所作为的支持者感到失望 仍是未知数 安全问题不只是外交政策的焦点 也是国内稳定的重要一环 石破茂提到 近期中国和俄罗斯的战机侵犯了日本的空域 而北韩的导弹技术和测试也在不断进步 这些都是对日本安全环境日益恶化的警告 他强调 增强日本军事力量已成当务之急 在他的政策蓝图中 这不仅是对外部威胁的回应 更是对内部安全的坚实保障 在外交方面 石破茂表现出促进与中国的战略互利关系的意图 并期望通过加强沟通来建立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 此外 他也强调要加强与南韩的联系 以及与美国的三方合作 这一系列的外交政策 体现了他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求平衡的努力 对于石破茂而言 美日安全联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石 也是印太的趋及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 这样的观点不仅展示了他对国际局势的深刻理解 也显示了他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清晰规划 然而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石破茂作为新任首相的首次公众支持率 约为50%甚至更低 这是日本新领导人中最低的 一些反对派领导人批评他 认为他仅仅是党内换汤不换药 并给予举行选举 却未能在短时间内看到具体的施政成效 在经济政策方面 石破茂希望能够持续增长工人的薪资 超过通胀率 并承诺将促进投资 以创造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 他特别提到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并推动地区振兴以及加强灾害韧性 在福岛核电厂灾难后 石破茂曾支持逐步淘汰核能 但现在他承诺将最大化利用核能 同时推动的热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以满足人工智慧时代数据中心日益上升的电力需求 这一政策的转变 无疑将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石破茂的上任 无疑为日本政治揭开了新篇章 他的政策和承诺将在未来选举中受到严峻的考验 并对日本国内外政策带来深远影响 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刻 他将如何平衡政治理想与现实考量 带领日本走向稳定与繁荣 这将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在国内 他需要迅速赢得民众的信赖 在国际上 他需要在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为日本谋求利益 石破茂的领导力将成为日本未来发展的关键 时间将验证他能否兑现承诺 带领日本走向新的高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我认为石破茂新首相的政策演讲 表明了他对日本未来的清晰规划 尤其是在加强国防方面 他意识到当前国际局势的紧张 因此加强自卫队的能力是极其必要的 毕竟面对中俄的空域侵犯和北韩的导弹威胁 日本不能置之不理呀 楚天书 你这是把威严耸听当成了国家策略吗 石破茂的政策 看起来更像是为选战铺路 而不是实际措施 他的支持率那么低 说明选民对他的信心不足 他的承诺就向南京大屠杀后的日本道歉 听起来诚恳 却缺乏实际行动 谢奇奇 你这样说就过分了 至少石破茂愿意加强与美国和南韩的合作 这对于印太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外交政策 努力在复杂局势中寻求平衡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再说 他提到促进工人的薪资增长 这也展示了他对经济问题的关注 不只是国防和外交吗 楚天书 你听起来就像在描述一个漫画英雄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他的政策缺乏具体实施方案 就像一盘没有调料的寿司 看上去很美 但味道诡异 而且 他的核能政策转变简直就是倒退 这是对辅导受害者的漠视 日本需要的是负责任何可持续的能源政策 而不是用核能来解决问题 谢琪琪 你不能因为核能的政策转变 就全盘否定石破帽的施政 他也强调了 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推动 比如低热能 这才是面对未来的综合策略 至于国防和外交 面对中国战机和北韩导弹 我们总不能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沙子里吧 石破帽是在为日本的未来和安全负责 楚天书 看来你是对石破帽的计划深信不疑 但我想说的是 光有计划而无行动的主政者 比那些只会空喊口号的政客 好不了多少 现在的日本需要的是实干家 而不是政治表演家 加强国防是必要的 但也要避免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潭 事实上 石破帽最该做的 就是先赢得人民的信任 而不是光靠口头承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